就是采取着正面迎战的态度 要迎战什么 答案确定就是罢免案 12月3号罢免林长佐联署确定通过 桃红色代表喜气洋洋 就罢免掉不适任的林长佐对万华中正是喜事 我的重担可以放下来交给党部 因为接下来就是蓝绿对决了 发起罢免活动 领衔人之一的议员曾小平 穿着桃红色衬衫庆祝 不过现在只是成案接下来投票才是关键 钟小平将战略定调为蓝绿对决 甚至再度向柯文哲喊话 柯文哲的态度也很重要 因为民众党在万华中正有十几%的票 而林长佐这边似乎对这一次联署通过不意外 而且也已经开始备战 本来就是把这个目标设定在这个要投票的这个阶段 来守住中正万华 林长佐最近开始在万华拍影片找民众力挺他 林长佐要凸显关心在地 而这一次中选会将罢免林长佐的投票日定为1月9号 跟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同一天 中选会的理由是必须要符合罢免投票完成期限 以及筹办选务工作所需时间 还有错开与考选部教育部或是国营事业考试日期 刚好1月21号到1月23号是大学学测考试 因此最后决定是1月9号投票 1月9号北中两大战场 一个罢免一个罢免后补选 都让蓝绿战火不断延烧 TVBS新闻 吴克林刘采薇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的凌铛